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她不走你也不会回来呀 你赶紧去给金丁找个保姆吧 钟琪 我今天见到唐姐了 她也跟我说紫辰 紫辰怎么了 她也觉得紫辰挺好的 她还说咱们唐唐要是能跟紫辰好 那是咱们唐唐的福气 你不要说这事好不好 钟琪 我实在是搞不明白 你为什么那么反对 咱们唐唐跟紫辰交往 咱们女儿一直是独身主义者 这你也知道 咱们多害怕呀 现在她终于看上紫辰了 这是多好的事啊 你为什么非要 紫辰是我的学生 但绝不能成为我女婿 这俩孩子不是一路的吗 我实在是 实在是搞不明白 你为什么这么固执 不要再说了 我不想让他们交往 自由我的道理 可你的道理你 你不要再管这事了嘛 你赶紧去给金丁找一个好的保姆 你就想这一件事就行了 我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妈想回老家去 你怎么 你怎么突然想回去了 妈 你不是说你离不开唐唐吗 你是不是又看了什么新闻 或是听老师说了些什么 请你相信我 我跟唐唐真的是一点关系都没有 请你相信我妈妈 唐唐是个好孩子 妈希望你跟她好 妈打心眼里希望 你能陪着她 照顾她 妈不是开玩笑 如果抱上说的都是真的 妈心里就高兴死了 唐唐是真的喜欢你 你告诉我 你喜欢她吗 你跟我说句实话 妈 你别胡思乱想了 我跟唐唐根本就不可能的 人家是明星 她需要有人宠着 护着 捧着 可是我做不到 紫辰 妈也想宠着她 妈 你什么时候才能从心魔中走出来 我不想走出来 在我的心里 已经把它当成了你死去的姐姐了 自从见了她以后 我在幻觉中 就把她当成了自己的女儿了 我不知道 这是梦呢还是真的 我总觉得你的姐姐没有死 她却活在这个世界的某一个地方呢 好 好 到家了 儿子 干嘛去啊 我有把这些冰棍 全部给安奶奶吃了 安奶奶是老人 她吃得了那么多嘛 奶奶就给冰箱了一杯 一天吃一个 好 真聪明 走 走 慢点 等等我 我快把冰箱给安奶奶送过去 安奶奶奶奶奶奶奶 加油 跑 你好 那首歌我听了 我觉得还不错 好 你要看不通四点去吧 好啊 妈就这样 拜拜 不行 不这样 等一下啊 今天没货 阿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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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嬷 来 走 往后再给她个打电话 她在连车上了啊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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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爸 怎么回事啊 阿嬷怎么又走了啊 她说是她自己要走的可是偶心 我问你 是你把阿嬷红走的 还是我妈把阿嬷红走的 行了 行了 你别解释了 希望你们能给我找个好 帮我回来 乖乖乖 别哭了 别哭了 妈妈一定把奶奶给你找回来啊 妈 我过段时间有空了 我就回去看你 妈 妈 你怎么了 妈 坐那边歇一会儿 妈 你要不要喝点水啊 没事 大概是累了 坐一会儿就好了 妈 你这样还能回去吗 要坐很长时间的车呢 没关系 我歇一会儿就好了 哦 对了 妈妈 有件事情 我忘了嘱咐你了 因为 你爸爸死得早 有些人 就以为你是没有爸爸的孩子 妈妈那会儿的知情里 为了返程 也有不少人 把自己孩子丢了的 所以 浅阶段 有人到我这儿来打听你的身事 你记住 你就是妈妈的亲生儿子 如果有人到你这儿来打听安南知青的事 你一概不要理他们 让他们来找我 知道吗 知道了 好了 没事了 我走了 妈 我来哪儿 走吧 来 给您 好 您今天还真有福气 我这儿刚刚来了一位非常不错的小保姆 人长得漂亮 还是个大学生的 我叫回来给您看看 彩云啊 来来来 姐 这是彩云 这个阿姨想找个小保姆 您看看 阿姨您好 你原来做过吗 我 我做过 做过很多家呢 叫什么名字呀 我叫彩云 你知道 我是在给谁找保姆吗 从您气质上看 您肯定是个大人物 是有身份的人 这孩子眼力还不错吗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啊 我是在给我女儿堂堂找保姆 堂堂 就是那个大明星堂堂 她是您女儿啊 阿姨您真有福气 有这么好的女儿 你看您这气势就不一般 你看这孩子多会跨人哪 嘴多甜哪 不过阿姨 我以前都是在大户人家做过事的 可能这价钱有点 高是吗 对 这不是问题 只要你帮我女儿带好孩子 做好事 这都是小事 阿姨我一定好好干 好我看 就她吧 好 她 妈给你找的这个保姆 你肯定满意 她是个大学生呢 过来过来 我介绍一下啊 这是我女儿堂堂 这个就是妈心里你找的保姆 叫彩云 彩云小姐您好 我在电视里见过您很多回了 今天见到您真高兴 您好 彩云 对不起啊 这样吧 我带你啊 先参观一下房间 然后咱们到厨房去做饭 好 妈妈妈 对 晶晶 姥姥跟你说呀 这是姥姥心里你找的小阿姨 专门找到你的 赶紧叫阿姨好 你就是晶晶啊 你长得可真可爱 你大门叫什么呀 我不喜欢你 这孩子 没关系阿姨 小孩子嘛也生 一挥生二挥熟 晚上他就会跟我很亲的 您放心吧 是是是 妈 你先带彩云参观一圈房间吧 我先上楼了 来彩云 我跟你说啊 这个就是咱们吃饭的餐厅 然后这边呢 就是一个会客的大客厅 这边是阳台 妈妈 我不喜欢他 我要找安奶奶 胡说八道什么你 这个胡说 赶紧 我把你发画 小孩子说话 你别在意了 没事 阿姨 我不会跟小孩计较的 那个安奶奶是谁呀 咱们家刚走的一个保姆 来吧 我跟你说一下厨房的事 好 这个 周琪 我告诉你啊 老母找着了 怎么 我都送到女儿家去了 怎么样怎么样 挺好的 二十岁还是个大学生 聪明伶俐可会说话了 她在好多人家都干过呢 还都是大人物 我估计啊 女儿能满意 好好好 如果好的话 就让她长期做下去吧 对对对 是吧 我也这么想的 你感觉怎么样还可以 好 应该好 多少钱 一千八呢 不便宜 不便宜 是啊 但是我一口就答应了 她人好不比什么都好啊 对 少好就行 好 好久没吃你的手擀面了啊 我给你做 好 那我先去书房 好 那我做好了叫你啊 来 尚红 也许我做的事说的话都太过分了 可是我没有办法 你应该了解我的 这些日子我活得真累真苦啊 我又担心又害怕 每天都在恐惧之中 我经常整夜整夜地睡着 睡不着觉 如果我唐宗旗又一次伤害了你 我只有在心里和你说声对不起了 尚红 我答应你的事一定做到 我会好好待紫辰 你知道我多喜欢紫辰的孩子吗 要是紫辰和你尚红没关系 他和唐唐相爱我该多高兴 可现在不行 二十多年前那些抹不去的往事 我不能让他再因此加深吗 你就让我宁静一下好了 对了尚红 罗英已经给女儿找到了一个小保姆 罗英说那女孩蛮不错的 你快吃点 你说你这个不吃这个不吃 你到底想吃什么 我要让阿奶奶 阿奶奶死了 你骗我 我问我妈妈了 妈妈说阿奶奶不会死的 你吃不吃啊 你不吃我吃啊 我今天我就不相信我吃不了你这个小东西 你给我坐好了 妈妈 你听不听话啊你 我告诉过你啊 我见过你家小孩见多了 没见过你这么调皮的 快 吃 你今天必须都给我吃完 吃 你还敢够吐我一身你 你看你弄得是满处都是 今天怎么了 你干什么呢 你干什么呢 小姐这怎么回事 妈妈 刚才我给她做吃的她不爱吃 然后吐了一身 二才把碗打翻了 你看 这么好 把碗打翻怎么了 怎么了 来 再不哭了 妈妈 我找阿奶奶 我要阿奶奶为我吃饭 刚快休息了呀 妈妈 那女的今天在哪儿啊 我有妈妈 好 妈知道 等天就换衣服好吗 快 不哭了啊 哎 哎 三 她醒了 嗯 你去吧小张 哎 你没事吧 醒了 感觉好点了 我是又昏迷了吗 你一直都在念叨你儿子的名字 君心 你把我拿成这样的照片 你帮我再冲冰 给我拿一下那张照片 还有那个预调 你帮我和我拿一下那张照片 还有那个预调 儿子 你看妈妈命有多阴了 妈妈又活过来了 多少年了 我在美国 就是靠着这张照片 和这个鱼雕婴儿 活过来的 每次我想儿子 我就把它们绑在手里 这么看呢 亲呢 摸着这个鱼雕婴儿 我就能感觉到 儿子暖暖的皮肤 我就能听见他 压压的跟我说话 不停的在叫我 妈 妈妈 只有这一刻 我才能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安安 儿子 他就在我身边 余医生 我是不是一个又蠢又傻的妈呀 好了好了 不要太伤感了 这样对你身体不好 既然已经知道 儿子现在好好的 就在江城 那等周易一回来 我马上就去找他 让你们一起去让儿子 好不好 好 你放心吧 你放心吧 不看见儿子一眼 我是不会走的 来 静静看 阿姨给你搭了个房子 你看这儿还有小风车 多好玩啊 不喜欢 你不喜欢这个不喜欢那个 你到底喜欢什么呀 我喜欢奶奶和阿叔叔 没有 现在只有一个火车 不喜欢 谁让我都不喜欢了 那你喜欢什么 我喜欢奶奶和阿叔叔 奶奶奶奶奶奶奶 整天的就是奶奶 你的奶奶是仙姑啊 还是王母娘娘啊 她长得四肢眼 还是八条腿啊 你才长得四肢眼 你不住只眼睛 你死就打我 你干嘛你 你怎么哭了 静静 小儿子 怎么回事啊 你看 她把那积木 都弄到地下了 静静 跟妈妈说是这样吗 不是 是那积木 是她的积木打我 还是我 小姐 你可别听孩子瞎说啊 静静 阿姨什么时候拿居木 拽你了 你可不能冤枉阿姨啊 是吗 是 妈妈 我不喜欢她 我要找阿奶奶 小姐 她老是哭着喊着 要找那个阿奶奶 那个阿奶奶是什么人物啊 什么人物是你问的吗 以后我们家的事你少管 还有我告诉你 如果我儿子再哭一次的话 你就给我滚 静静 听妈妈话啊 别哭了 咱们现在呢 跟小阿姨上楼睡觉 好吗 乖 妈妈一定把奶奶给你找回来 啊 喂 紫辰 妈妈到了 刚到家 你放心吧啊 我跟你说 要是有什么陌生的人来找你 行了我不说了 你知道就好了啊 我会好好休息的啊 那我挂了啊 那我挂了啊 好 你站好了 你两个手给我站直了 今天我告诉你啊 以后不许你乱说我的坏话 你听懂了吗 还有 还有 夜里也不许你哭 你看到外面了吗 如果小朋友晚上哭 你知道外面会进来个什么吗 进来一只大马猴 你知道大马猴是什么吗 大马猴啊 专喝小朋友的喜 吃小朋友的肉 就这样 别叫 小声声 奶奶 妈妈救我 别叫 不许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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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听见着 妈妈妈 这是我干嘛呀 不许叫 快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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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静静乖啊 阿姨都是阿姨不好啊 静静把眼睛闭上 大马猴就不进来了 阿姨给你倒果汁好吗 不许睁开啊 静静最听话了 不许睁开眼睛啊 不许睁开 果汁马上就好了 来了 这果汁真好喝 静静 来 来 坐起来 喝果汁 喝了果汁啊 阿姨就给你找你的 安奶奶还有安叔叔 好吗 是吗 真的 阿姨从来不骗你 好吗 对 今天最乖的 使劲喝 好 好了 静静躺下睡觉 静静眼睛 好好睡一觉啊 真是冤家路窄啊 唐卫国 你算是撒飞苦心了 但老天爷 还是让我碰到你了 女儿 妈妈知道 你作为一个歌星有多难 你知道吗 妈妈每天看到你 又不能认你 心里是什么滋味吗 真希望你一切都顺顺利利的 这样 我就是不在你身边 你也能够安心了 彩云 彩云 静静 好 好 小姐 你为什么何晶晶睡在一点房上 我昨天太困了 一阵诊头就着了 辈子都你干了我儿子感冒怎么办 我我我现在给他干什么 好急一点 赶快做饭去 对不起忘了 回来 他昨天晚上睡得好吗 睡得挺好的 晚上都没起过夜呢 静静 小懒猫你看到几点了 咱们该起床了啊 静静 小姐 让他再睡会儿吧 你看他睡得多香啊 静静 静静 静静妈妈在叫你呢 静静 我们该起床了 静静 静 他脸色怎么这么不好看 我不知道啊 静静 静静 静静你别吓妈妈 你怎么叫我醒呢 静静 静静你怎么了 静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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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手里拿的什么 我我我没拿什么 怎么样 我我吃的药 小姐真的没什么 你给我看看 我我我我 你给我看看 你给我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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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儿子吃还没药了啊 我 我 我就给他吃一瓶 到底几瓶 我看他 肯定是一两瓶吧 三瓶 如果我儿子有什么劲的话 我给你没完 咋要得去 你给我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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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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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医院 我孩子怎么样了 病人还没有脱离危险 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我儿子 我都是一瓶子 我就是一瓶子 她都已经被难民了 你又是吗 你 layers away 你先上带我去 你去哪儿子 我看不見你 你去别跟着我 你去哪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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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喂 你现在马上去江城医院看看晶晶 晶晶她出事了 怎么样了 怎么回事这事 别哭别哭啊 你说话 晶晶 晶晶不睡觉 彩云那个晶晶 吃了海绵药 混蛋 孩子现在情况怎么样 不知道 正在抢救呢 你别着急 老师 你别着急 据我所知 安眠药只要服用不过量 就不会有什么危险 可是 王母到底给精进服用了几片安眠药 大概 大概两三片 是 你听见没有 你还老夸这个小保姆 这不就是杀人犯吗 我怎么知道 他脸上又没有贴着标签 饶不了他 我现在就去找他 我去找他 你找他还有什么用都已经这样了 现在主要是晶晶 你 老师 病人已经脱离危险了 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好 可以看吗 可以 晶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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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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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点阴 暗叔叔 你来了 奶奶呢 妈 我不想要那个阿姨 那个阿姨会 妈妈知道 妈 你叫暗叔叔 去把阿奶奶找回来吧 阿姨 阿姨 你可不可以把你妈妈请回来 我和阿姨都很需要她 再说我妈身体不好 我哪儿不好啊 我好着呢 我没事 我看她还看不了啊 妈 先不说这事 先不说这事 你阿姨身体也不好 不要这么折腾人家吧 让阿姨在家里好好养一养 就是吗 老师 我回头跟我妈妈说说 我还是现在去跟我妈打个电话吧 喂 妈 紫辰啊 怎么没上课呀 我在医院呢 京京出了点事 京京出什么事了 妈 你别紧张 是这样的 新醒来的保姆 给京京吃了安定 这么小的小孩 怎么能吃安眠药呢 真是 那现在怎么样了 京京她已经没事了 不过 我现在挺担心京京的 堂堂的脾气你是知道的 现在这个保姆她肯定不会再用了 我尽快再找一个的话 那京京 可能就没人照顾了 那 你的意思是不是 想让妈妈再回去 帮着带京京啊 可以吗 紫辰 我 妈 你怎么了 妈妈最近觉得挺累的 在时候在他们家也累 心累 你唐教授他也不一定 那 那你好好养着吧 这件事情 反正也不急 你考虑考虑 对 那好吧 再见 怎么样 你妈能来吗 我妈说 她最近身体挺累的 所以让你妈好好养一养 不急 带京京这孩子太累了 谢谢 传奇 这事都怪我 忽悔死了 我肠子都怪我 我都毁清了 不说了 不说了 这事说怪你吧 也不能怪你 但是你眼睛也太灼了 明明是个坏人嘛 你把她当个好人请回家了 等女儿缓过劲来 第一个想到就安明芝 她要是回来了 指不定把两个孩子往哪儿推呢 你没发现她能对子晨的感觉 看见没有 我都看见了 你的身体也别另撑着好不好 干脆把晶晶送到幼儿园 全拖起来算了 全拖 怎么可能呢 以前晶晶去日拖 每次都是嗓子哭哑了回来 你们明知道这就是不可能的 找别的保姆不行 送幼儿园不行 堂堂不能看 我的身体又不行 这不明摆着吗 最后 还是要把安明芝请回来 audIDS 休息 孙 frust 不要了 没有了 叼一路了 来来来 妈妈叫你打得 上来 想吃什么 说 GORDON 吃安奶奶包的饺子 安叔叔 你会做吗 清清 你安叔叔可是个博士生啊 他可不是 Guill verse 谁说博士生就不会保险 对不对 今天叔叔就给你露一手 来 我看看 没有什么东西 静静 妈给你个任务好吗 去吧你的玩具收拾 一二三 好乖 静静 接着 紫辰 你给阿妈打电话 阿妈怎么说的 她能来吗 她说她 想休息休息 电话我打过了 这边的情况我也跟她说了 但是具体她能不能来 我不敢保证 要不 我再给阿妈打一个 我觉得这样不太好吧 不是 你别误会 我是说 老师好像不太赞成我妈过来 这是我的事 她管不着 喂 阿妈 我是唐唐 唐小姐 你 阿妈 我和静静 我们俩都非常非常地希望你能回来 你能回来吗 阿妈 你等一下啊 静静和你说话 喂 喂 阿奶奶 你什么时候回来啊 你不回来 我把你饺子都没得吃了 静静 阿奶奶马上就回去啊 给你包饺子吃 好好好 太棒了 阿奶奶回来了 来 拿手手来说 嗯 喂 妈 您是不是 是 是不是在考虑考虑啊 我想好了 那好吧 我明白了 那您什么时候动身 子晨 我都把东西理好了 我明天就可以到了啊 好 那我明天去见 妈妈再见 开班了 好 我们去做饭 哼工 哼哼不哼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您好 我想找一下于医生 周先生 您总算回来了 不不不 不是我找您 是我的一位病人 对 对 周一先生 要不您等一下 对对对 我让他把电话给您打过去 好不好 好的好的好的 他能很厉害 嗯 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周一回来了 真的 他 他现在在哪儿呢 我先给你打一针 你稳定一下情绪 然后再给他打个电话 好吗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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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f 解释isa